距离2020年台湾地区领导人选举不到20天 国民党和新党针对国民民进党网军再出击 拿出契约书爆料民进党与营销公司签约经营网军 新党部分区民代被提名人邱毅今天召开记者会 拿出行销公司给民进党的项目报告 爆料民进党网军反串台湾时代力量党 攻击柯文哲转移焦点 今天上午新党部分区民代被提名人邱毅召开记者会 追击绿营网军并拿出资料在爆料 称民进党中央与台湾南风整合行销公司的案子 不只是民进党辩称的愚情分析 了解对方以后分化挑拨离间攻击反串 请问卓龙泰这个叫做愚情分析吗 邱毅拿出台湾南风整合行销公司给民进党的项目报告 上面写着新媒体研究计划 其中一点就是反串台湾时代力量党 攻击台北市长柯文哲 藉此转移焦点 他们不断地反串时代力量打柯文哲 打到最后时代力量终于跟柯文哲有了裂痕 绿营网军案再爆新疑点 国民党与新党指控 民进党党员杨慧如的网军上线就是民进党中央 并出示一份合作契约书 杨慧如的上线台湾南风整合行销公司 与民进党中央签约经营网军 代表民进党签约的就是时任党主席蔡英文 民进党养网军被抓包 这把火还将如何延烧 各方观点请张涛带我们来看 好 我们看到针对这件事情的韩国瑜参选副手张善政 他就表示说 说在他眼中呢 舆情搜集是被动地把外面的资料收进来 但现在是把不实的言论或者抹黑都洒出去 一个是被动接收信息 一个是主动洒出去 完全是180度不一样 民进党根本是自欺欺人 把百姓都当傻瓜呀 台湾的时事评论员郑诗诚则认为说 说民进党上台过了以后 喊没钱 砍军功叫年金 却把钱花在了洋网军上 这会形塑非常差的观感 蔡当局施政无能 若还花很多的钱 制造氛围推卸责任 民众的观感会很差 台湾的联合报的选情的一个调查 就发现到了 超过了半数的民众 怎么认为呢 认为这次民进党洋网军 带风向和不实抹黑对手的情形严重 显示台湾多数民众 不满民进党 幻扬网军操控舆论 败坏选风 台湾的中国时报也发文指楼说 说蔡英文手握暗黑网军 在选战杀地狱无形 铺天盖地的造谣 疯狂抹黑 凶狠攻击政敌 这还能够被信任吗 以上就是相关的树立 把时间再交给主播 好 感谢张涛